教宗方济各在访问缅甸和蒙加拉期间 一直谨慎地开展外交工作 他试图强调联合国和美国 称缅甸罗辛亚人的遭遇是种族清洗这个说法 同时避免使用罗辛亚这个词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 解决这一重大危机 教宗今年8月向被他称为 我们的罗辛亚兄弟姐妹的人们 表示会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但是他星期二在缅甸首都讲话时 只是隐晦地提及泛泛地呼吁 包容少数民族和宗教 缅甸的未来必须是和平的 是基于尊重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和平 尊重每个族群和他们的身份 尊重法律 尊重让每个团体和个人无一例外地 为公共利益做出合理贡献的民主秩序 教宗接受了缅甸天主教领袖们的建议 后者担心 如果教宗提到罗辛亚人或直接提及目前的情况 可能会引起缅甸基督徒的反弹 外界对此反应不一 范蒂冈的一位发言人说 教宗是去那里搭建桥梁的 我很难想象 教宗的道德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 一些孟加拉人感到教宗失去了一个机会 教宗在他访问缅甸期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他本可以做正确的事 如果他谈到被迫害的罗辛亚人 美国参议员杜尔宾先教宗一步访问了缅甸和孟加拉 他对美国之音撰稿人凡苏斯特伦说 教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可能他试图有策略和有用一些 避免使用这个争议性的描述词池 如果这一天结束后 那些人能够因为他的到访状况有所改善 那我不会去批评他使用的任何策略 杜尔宾说 罗辛亚人在缅甸受到的憎恨的程度 用他的话说是一位西方人很难理解的 他希望昂山素季作为缅甸实际上的公民领袖 能够站出来 他以个人之力能够改变吗 不太可能 他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它 但他应该多说一点 多做一点吗 是的 我认为这非常清楚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罗马教宗 这两位世界上重要的人权声音 似乎被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仇恨消声了 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雷迪什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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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